要來關心大家的健康了 來看看根據了 衛福物國民健康署公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 國人五個人就有一個人 有胖胖肥肥問題 好 營養師指出了 如果你要減肥減重 要怎麼減 有什麼重點 趕快來看看 要點就是要讓你 吃進去的熱量 少於消耗的熱量 所以換句話說 你平常吃什麼 很重要 要把握哪幾個原則呢 第一個原則 低熱量 第二個原則 均衡營養 第三個原則 能夠獲得飽足感 這三個原則 如果你能掌握的話 你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瘦 瘦 瘦 好不好 因為這樣的原則 你就可以採取低醣飲食 控制澱粉的攝取量 而且在進食的時間 八個小時之內來進食 來看看有哪些拍報呢 我們的編輯團隊也很貼心 為您整理出 到底有哪些拍報 第一個步驟 一天你進食的時間 要在八小時之內完成 換句話說 如果你早上十一點鐘 吃第一餐的話 你最後一餐晚上七點前 要把它吃完呢 另外如果超出這八小時之外 你要吃低熱量無糖的食物 什麼是低熱量無糖食物呢 像是白開水 咕嚕咕嚕 多喝點 無糖咖啡 茶啦 蒟蒻來 寒天 都是無糖低熱量的食物 另外第三個原則 要把握的是要低糖飲食 控制澱粉的攝取量 少吃高餅 少喝手搖飲 另外還有第四個吃飯的速度 不能稀哩呼嚕一下子 全部吞進肚子裡頭 要放慢 吃得快就吃得多 慢慢吃就當然自然而然吃得少 好 另外第五大步驟 宵夜 零食可不可以吃 最好不要吃 我知道很多人嘴饞 但是能少吃就少吃 好 另外第六個要點 蔬菜要比水果來得多 因為蔬菜多吃一點 可以更增加飽足感 好 其實減重民眾一天 大概攝取兩個拳頭 兩個拳頭這樣大小的水果 蔬菜量要比水果量 還要再多一些些 可以三個拳頭或是四個拳頭 而且盡量吃 沒有過度加工的圓太肉 而且以攝取蛋白質脂肪 一天分量三掌心 除了肌肉脂肪量少之外 你白肉可以吃像是鮭魚 鯨魚 秋刀魚 紅肉 你可以吃豬肉 牛肉 來補充鐵質 另外像是豆干 豆腐 秀姊很愛吃 也是攝取蛋白質的好來源 還有全骨雜糧了 一天吃兩碗七八分滿的白飯 就可以了 而且也可以用全麥燕麥 糙米 小米 還有梨麥等等等 來代替 不只可以延緩你的血糖上升速度 營養價值還更高 所以提醒大家 記得這些掌握這些步驟 你就能瘦 瘦 瘦 很多人都很喜歡瘦 當然除了吃的瘦之外 吃的胃不要發炎也很重要 現在很多人突然覺得胃不舒服 腸胃不舒服 其實就是身體發炎了 如何能夠避免胃炎爆發呢 告訴大家 只要你能夠避開四個地雷 你就能夠避免腸胃疾病的苦惱 到底怎麼樣避哪些地雷 高澱粉食物 少吃 什麼是高澱粉食物 很香的麵包 或是很多澱粉的食物 如果你要吃了這樣 高澱粉的食物 吃了麵包又配了酒 喝了一杯咖啡或是喝了茶 恐怕如果這個量又很多的話 會加劇腸胃不舒服的症狀 另外還有高糖分 加高油脂的組合 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如果這樣吃進肚子裡頭 容易引發胃酸大量分泌 什麼是高糖分加高油脂 蛋糕就是了 好 如果你愛吃蛋糕 小心這就是高糖分 加高油脂典型的組合 另外還有 如果你吃了一些偏酸 還有含酵素的水果 也很容易刺激胃酸分泌 像是鳳梨 還有奇異果等等 偏酸又有酵素的水果 都要特別小心 不能吃太多 還有你如果犧牲掉任何一餐 少少進食 其實都比不吃來得好 如果你有一餐 完全什麼東西都不吃 其實也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要避開胃炎爆發 這四個地雷 你絕對不要碰 這樣子對你身體健康狀況 才能更有好處 不過提到鳳梨 來看看了 這個鳳梨 台灣的鳳梨 其實進不了大陸對不對 要賣到澳洲去 但卻被發現 一公斤30元左右的鳳梨 空運費就超過200元 農委會還要補貼105元 這樣子可以划算嗎 主委陳其中怎麼解釋 他說這是要建立通路的獎勵措施 不過學者看了就覺得很不合理 批評說完全不合理 因為一旦運費高於產品的價格 就沒有出口價值了 農民也質疑 澳洲本身其實也盛產鳳梨 農委會到底憑什麼 來相信台灣的鳳梨 會受當地的歡迎 就先浪費人民納稅錢來補貼呢 台灣有兩頓鳳梨 要搭飛機續澳洲賣 不過這空運費 每公斤要200到300元 農委會大方說 運費補助每公斤105元 但北市的鳳梨批發價 一公斤才34塊 賣一顆鳳梨 補助費要花三顆鳳梨的錢 有人這樣開拓市場的嗎 運輸的價格 比它本身的價值 還要來得高的話 很顯然這個產品 它基本上 它就沒有出口的一個價值 顯示不合理 學者直言 補助費高於產品價值不合理 但農委會卻很有信心 因為COVID-19的關係 很多的運輸成本 大幅度的增加 通路建立起來之後 相關的獎勵措施 就會跟著調整 比一比同樣是賣鳳梨 空運澳洲 每公斤補助105元 但中東只有補助15塊 其他地區每公斤補助12元 只因為蔡總統說 鳳梨有外銷到澳洲 結果卻被打臉 只賣了56公斤的鳳梨乾嗎 澳洲本身就有盛產鳳梨 它甚至已經多到自己都 他們農業部都在解決這些問題了 那你憑什麼認為台灣的鳳梨 去到澳洲會大做 是很樂觀的看待 這麼高的一個運費的話 其實對所有的貿易商來講 這都不是一個賺錢的生意 去年只賣56公斤 台灣鳳梨乾 本身要盛產鳳梨的澳洲 農委會卻相信 是個出口的好市場 砸大錢的行銷學 顛覆學者想像 記者楊世緒陳靜怡 台北 蔡布報道